华为畅想MAX深度评测 网友们都知道近日发布的华为畅想MAX 凭借其勾研车的外观和7.2英寸的超大屏 频频上科技热搜网 坊间关于畅想MAX的讨论度更是居高不下 而作为一个专业玩记者 我每逢星期必尊脸 这次也不例外 最近也跟随潮流趋势 入手了一台超大屏的华为畅想MAX 但是这台火爆的华为畅想MAX的体验到底如何呢 快跟小编一起来看一下吧 在未体验华为畅想MAX之前 我曾对其手机的卧室感 以及大屏的观感摄像锅种种可能性 甚至怀疑7.120英寸大屏 给我们日常生活使用感到普遍 但是收到机子的那一刹那拆拍包裹 拿出机子的那一刻之前的种种疑虑 瞬间华为乌有 初看到华为畅想MAX的第一眼 脑子里立即全给他贴上大尔利亚的标签 上手之后其牵细的腰身 刚好单手可握 可轻松的装进一刀 而且与之前的5.9英寸手机相比 华为畅想MAX在重量上也没有给人特别沉重或者不适质感 可以说不管是重量还是手机大小的设计都是非常得体 此外在观感方面华为畅想MAX采用了7.120英寸超视野珍珠屏 也很逃喜 给我们带来了更为轻快轻松的观感体验 与以往的手机带来的影音游戏观感 改机能给用户带来更为宽广的视域 视觉冲击力更强 影像显示更加细腻 而自在的杜比全景声持观影 更具代入感 也能给用户带来更为沉溺式的观影体验 而且值得一起的是 用华为畅想MAX玩游戏 也能够带来与以往不同的新鲜感 与当下年轻人的需求非常契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